海風吹 海浪遊 隨我漂流四方 我是希望可以延續我前一件作品 我同樣也有使用夜光塗料去做一些創作 同時也在一些廢棄的空間 因為夜光塗料它是會激光在放光的一個物質 我覺得它這種過程很像是人在呼吸的一個狀態 就是我覺得它是非常有說明義的 有點展現自己的時候 就是它發揮它的作用的時候 是剛好是在黑暗的視覺空間裡面 就是剛好跟我們人類生活的這種明亮環境是相反的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去反映出一個 可能我們一定會去注意或是被忽略的某某空間或是狀態 我剛來到北朝中心新村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這邊其實還沒有整個非常的完整 所以它有很多就是以前在這邊就是過了居民遺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就很自然而然會去藉由這些家具 這些現實當中的物件去想像它們以前的生活狀態是怎麼樣 在連通我之前的一些創作脈絡 我就會想要去呈現一個就是說 可能那些我們認為已經消失了 心體或是人或是事件 我們可能覺得它們過去就消失了 但是它們可能以某種狀態 繁殖在我們身邊 在這個空間中繼續的活動著 它其實是我前一個作品的開始初步的一個秘密 然後它其實是白之一的一首詩 前面的三個字 然後李李遠它這個詞的意思 它其實就是說一個早朝重生非常茂密的草原 我當秘密的時候不希望就是把它有點太文蹂蹂啊 就是我不想講太多 只是因為它是一個簡單一點的一個發音而已 就是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接近 我一直想去談的那種最原初的一個狀態的感覺 所以秘密上我沒有想的太多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的詞彙裡面又有一種好像 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覺 剛好跟我想要利用夜光塗料這個材質去講的事情是相似的 其實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加入互鬥的元素在裡面 因為我要讓它發揮它的功能 就是夜光塗料的功能的話 我必須要讓那個空間會不停的變暗跟變暗 對 然後我之前是使用定時的方式 可是定時的方式它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周期的意涵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用這種感應到了它才會開始動 它會比較單純一點就是簡單一點 那在這次的作品的話 那在這次的作品的話 它感應的過程主要是它接觸到人它會慢慢的變暗 在變暗的過程中那個夜光塗料它就會發光 這樣子 好 我的展場是這個居家空間 然後它有很多個房間 那我利用那個燈光還有聲音去暗示那個空間的功能 去暗示說那個地方以前的一個生活的狀態 然後你就可以聽到可能有水聲 它就是在霧心裡面 然後還有煮飯的聲音或是歌聲 我使用到的感應的部分是說它感應到人之後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漸弱 或是肥膜會慢慢的暗下來 那這樣的過程呢 我是希望你去營造出有點類似三個階段 進入到我最後的空間 第一個階段就是我們所在的一個當下的現實當中 已經廢棄的中間形成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好像似乎已經開始進入到 然後他們以前的那個生活的狀態 就是他們好像還在這邊活動著的感覺 還在這邊生活 然後所以才會有那些生活當中的一些音效 那在聲音慢慢的漸弱跟進入到這裡面的空間 就是有點像我們已經完全脫離現實世界 而是進入到那種有點虛空 或是一種精神世界的狀態 這樣就是進入到這裡面的空間 燈光會是全暗的 而且也完全沒有聲音 那這個走廊的鏡頭 很特別的是它有兩個門 上下有兩個門 然後我就想要利用這樣特殊的一個地理環境 就是去有點加強的我們那個暗示 就是我們可能以為我們還在展場當中看了展覽 我們以為我們是能控制我們的身體去感知的 但其實可能我們已經脫離了現實世界 而進入到虛空的房間 然後呢 那或許走廊的鏡頭上面那個門 就是會 那還是真正的現實世界 歐馬現在在現實世界的隱層的感覺 在書房播放的那首歌 是王菲唱的人 大海互相 那它這首歌其實是 在訴說一個思香激情 那我覺得 它這首歌原本想傳達的那個意念 其實跟眷村的形成不謀而合 那這首歌給我的感覺是 因為它裡面提到說 大海就是自己的母親 那大海它其實是 就是所有生命的起源 然後生成了大海 我覺得它給人的想像 其實跟就是那種虛空的宇宙 然後是黑暗的空間的那種想像 是很無限的 而且非常的神秘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一種 就是所有事件的終點 或是原初之處的地方 對 所以我才會選這首歌 就是我的作品 主要是想要講說 就是當我們意識到那些 我們本來認為已經離開的 或是消失的人事物 其實還在我身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產生一種空虛的感覺 但是我想要用另外一種就是方式去表達說 這些東西可能其實是很美的 但我們發現到時候我們可能更接近那個事實 或是那個某個狀態的起點之類的 所以我的作品主要是想要表達一種正面的能量 希望可以給了一些 勇氣嗎 去面對一些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很喜歡 像這種廢墟之類狀態的空間 就是我覺得它有 嗯 就是旁觀者的狀態 然後可以去 然後去更客觀地去閱讀一個 我們人類製造的世界 就是空間的感覺 在海邊 海邊遠處無聲 海裡長長 大海啊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風吹海浪遊 隨我漂流四方 隨我漂流四方